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耶和华 祢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幸 神的百姓 今早晨 我们带着信心来敬拜 相信当我们用我们的声音 来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祂就必从祂的圣山上 来应允我们 安静 让平安如我心 深深知道祢是我的神 风浪 让我灵更坚定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平行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 让我灵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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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 让你心 在我身旁 你是风浪 让我身旁 生命的一定引擎 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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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要敬拜 你陪我走向允许支柱 终奔盼我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满游的一定引擎 也许到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你陪我走向允许支柱 终奔盼我 终奔盼我 我一生要敬拜 生命满游你的一定引擎 生命满游你的一定 生命满游你的一定 平静 阿们 主事的今天早晨 我们要再一次的举起信心 来向祢敬拜 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仍然作者为王 当好像这个疫情不断的扩散的时候 但是你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你就是良善 你就是信实 你就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 主事的今天早晨 我们要再次把心安正向主来举手 主 让我们除掉手中的福意 主 来紧紧的跟随爱我们的主 谢谢耶稣 你将平安充满我们 主 让我们侧而来听你的声音 主 求你用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引导我们 主 让我们今天早晨在思想你的当中 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得到饱足 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我想自从这一波疫情爆发以来 有许多的基督徒 我相信也有许多的教会都在祷告 但是你知道什么是神所看重的祷告吗 今天早晨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到底神看重如何的祷告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之下 第七章十二节到第十六节 还有《约伯记》二十六章一到三节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雨 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 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名中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侧耳听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约伯回答说 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 绑壁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 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 你向他多显大知识 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头 我们知道现在是需要祷告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见有瘟疫流行在人的中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要我们能够来祷告 但是怎么祷告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选择了一个地方 成为祭祀他的殿语 然后就说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测听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此处是哪里 此处指的就是神所选择的那点 那么在今天 我相信这个此处所指的 就是每一个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教会 不管是成庚的祷告 或者是每周的祷告会的祷告 我相信那都是非常非常关键性的祷告 当我们能够来到圣殿的祷告 我相信那是神极为看重的祷告 当然今天有许多时候 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像不方便到教会里头 去聚集在一起祷告 但是感谢主 神也说 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当我们能够在内室里面 能够向神来祷告的时候 那也是神所拣选的 要能够垂听祷告的一个地方 所以圣殿不只是有形的 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内心的深处 一个神同在的地方 那也是神极为看重的 那个地方也是这里所指的此处 所以我们不只是能够到教会 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里 在自己的公司里 甚至在自己的密室里 我们能够在那里 向神来发出我们的祷告 所以圣殿里的祷告 是第一个神所看重的 第二个神所看重的祷告 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降悲态度的祷告 这里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所以第二个神看重的 祷告的态度 是一个降悲的态度 就如同约伯在那里说 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 绑壁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 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 所以在这里约伯承认 我们是无能的 我们是绑壁无力的 我们是没有智慧的 通常人不太容易去承认自己是无能的 人也觉得自己的绑壁有时候还蛮有力的 有时候神也看到人觉得自己是有智慧的 但是比起神的智慧那又算什么呢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降悲的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能够得着神 祂赐给我们的力量 好像保罗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这句话听起来很吊诡 什么软弱跟刚强会扯在一起 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 什么时候我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才能够真的得到一个刚强的能力 那个能力不是从我自己来的 也不是我看我自己有的 乃是当我承认我不能的时候 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才能够彰显得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会真正的依靠神 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自卑的态度 是一个降悲的态度 而在这个态度的里面 我们祷告寻求神的面 这才能够真正的去领受到 从天上来的能力 唯有当我们放弃自己的能力 完全依靠神的时候 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所以今天什么样的人能够刚强呢 不是到处想办法的人 不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资源可以用的人 不是觉得自己聪明才智 还过得去的人 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刚强的 什么样的人能够刚强 就是我们完全的放下自己所能够依靠的 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不是你真的没有能力 而是跟神的能力比起来 又算得着什么了 所以放下自己所拥有的 所可以依靠的 你什么时候承认软弱 什么时候就得以刚强 Amen 然后呢 神所看中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呢 就是认罪悔改的心 也就是在这里说 不单单是自卑祷告 寻求神的面 还要转离他们的恶行 所以光祷告还是不够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除了祷告以外 我们也要能够转离自己的恶行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或者是全然不会犯错的 但是往往在环境艰难的时候 神也让我们去思考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 没有 若是有 神说你要转离你的恶行 而这个转离的意思是完全的离开 再也不跟他接触 所以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再去了 不该说的话不要再说了 不该看的不要再看 不该听的也不要再听 还有最重要的 不该想的一点都不要想了 这才是真正的转离这些的恶行 而唯有当人转离恶行 来到神的面前 降悲的祷告的时候 那个祷告会是一个摇动神的手的祷告 那个祷告会是让上帝喜悦的祷告 那个祷告往往也是惊天动地的祷告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的祷告 因为一人的祈祷 所发出的功效是大的 所以唯有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内室的当中 在神所拣选的地方 用一个降悲的态度 用一个转离恶行的一个行动 来到神面前呼求的时候 我相信神必要睁眼看 彻听我们所献上的祷告 而这样的祷告必定大有能力 这样的祷告一定可以带来改变 这样的祷告会让神的手 能够来成就我们所不能成就的事情 Hallelujah Amen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为自己祷告 可慕天天来到圣殿中祷告 如果不能够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在内室里面 那也是圣灵的殿 让我们的祷告 是在神所拣选的地方 我们同神开口一起祷告 Hallelujah 谢谢主 祂带祷告 因为你必须正义看测评 在此处所见的祷告 此处就是你所选择的点 是你所选择你同在的地方 哈利路亚 谢谢主 再悦你再悟你 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天天的来到那密室的里头 天天的能够来到祢所简直的地方 主要在内室里面 那是圣灵的面 我们也在那里祷告 主 谢谢主 赞美祢 哈利路亚 主 祢愿拿我们的祷告 祢所看到的祷告 祢大有能力 谢谢耶稣 赞美祢 赞美祢 阿们 阿们 亲爱的主 我们要为着我们 天天有一颗渴慕祢的心来向祢祷告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渴慕神祢的话语 天天被圣灵来触摸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进到更深的境界来领受神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聆听神的声音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祢的百姓 要自卑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祢的面 主要以致我们可以转离一切的恶行 主要祢必要在天上来垂听 而且不但是垂听 而且来医治这块土地 求主帮助我们 枝子要连于葡萄树 我们天天领受祢属天的信心 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发出那新香的祷告 主啊 祢说一人祷告 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求主兼顾我们 天天的为着这块土地来向祢祷告 为着疫情来向祢祷告 主啊 我们愿意用祷告 来堵住这一切的破口 求主来帮助我们 谢谢主 赞美祢 我们要为神的百姓来祷告 让我们都能够谦卑的 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能够自卑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放下自己的能力 好不好 我们同生开口 一起来仰望神 赞美祢 不是一靠势力 不是一靠才能 我也靠耶和华的领方 我们祈祀 谢谢主 赞美祢 阿弥陀佑 阿弥陀佑 不是号车 也不是号码 阿弥陀佑 阿弥陀佑 主啊 我提到万君之言 华的名 主啊 名的名是可以 让一切承受的 阿弥陀佑 谢谢主 赞美祢 阿弥陀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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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主一书主 我们向祢来祷告 说 主这地的百姓 主他们若来谦卑 他们若自卑 向祢来祷告 向他们所不認识的 这位神祷告的时候 主祢就必要使 他们来 members 当他们发现说 他们所能持有的 不能够帮助的时候 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承认他们所拥有的 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时候主我们向你来祷告说 主你就垂听他们的祷告 你就怜悯他们的祷告 当他们开口 主你就赐他们能力 当他们开口 主就他们知道说 从天上来的能力 能使他被匆匆 主主主保护着 不受这疫情的影响 主 主我们向你来祷告说 主我们在我们里面 实在是软弱的 在我们里面 我们实在是害怕的 在我们里面 主我们实在是担忧慌乱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向你开口祷告的时候 就必有平安从喜安而出 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 就必有平安 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能够向这世界说 主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也为这波的疫情来祷告 求神医治所有染病的国人 这些所确诊的这一些的个案 求神能够让他们全然的 痊愈能够健康 我们同神开口一起来祷告 我们说的病人也来祷告 主啊 为所有染病的国人 来祷告 主啊 让他们都能够全力的出院 主啊 三年 三年 我们所有弊人也来祷告 所有人都能 都能懂苦 等到揍窘 谢谢耶稣 ATE 方向 wow 保守每个产兵的国人 都要全约 都要全约 谢谢主耶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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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 没办 谢谢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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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耶稣 我们何等的 要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来转离我们的恶行 主要求你来检查我们 主要我们若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的时候 主要你应许我们 我们就可以得着医治 主要我们宣告 主要求你来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孽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主要你一致的圣手 要来触摸我们 救我们脱离死亡 我们为着所有确诊的 这些病患 来向你呼求 求你怜悯 求你保守他们的生命 他们要快快的 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 主要我们也祷告 这一切的后遗症 都不会留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要为着 所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来向你献上祷告 求主你保守这些医生 这些护理师 求主你特特的来保守 他们不受疾病的感染 能够站在第一线 来为我们国人守护这些健康 主要我们也为着 这些领导的人员 政府的官员 来向你献上感恩 主要他们每天每天的 站在第一线 来回答所有民众的问题 求主你保守他们身体 也是如此的健康 能够一起来守护我们 主要我们祷告 祈求都是奉靠 主耶稣得圣的名 阿们 主愿祢垂听我们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仍然要敬拜 你陪我走向允许之主 你陪我走向允许之主 祝你陪我走向允许之主 我一生要敬拜 神明万有你一心 阿们 阿们